好了 彭博社报导说他们取得邀请函 指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5月20号召开半导体视讯高峰会 受邀名单包括重量级企业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电子 Google亚马逊通用以及福特汽车 据了解商务部能向邀请对象表示 希望在半导体和供应链事务方面建立并维持公开的对话 而针对这则报导现在白宫和商务部都还没有回应 但是彭博报导 雷蒙多上个星期五在内阁基础建设会议后表示 白宫不太可能对晶片短缺提出快速解决方案 还是和汽车业半导体公司保持密切接触 尽可能减缓短期的影响 但是长期解决之道 还是要降低对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依赖 在美国生产更多的晶片 而美国上星期二也再度向台积电来求援 雷蒙多说商务部正希望台积电核 其他的台湾企业优先考虑满足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的需求 在短期之内可以缓解晶片短缺的问题 对于这个部分台积电有回应说 疏解晶片荒还是优先的药物 但是根据拜登政府提议的基础建设计划 有500亿美元将用在半导体研发 而这个提案已经获得了国会两党议员的支持 可能和抗中法案来一起推动 比基建法案会更快有进展 而美国总统拜登其实在4月12号的时候 就已经和半导体供应链高层开过一次线上高峰会 当时与会的多数企业 现在预料会再次参与5月这一次的会议 而晶片荒已经导致的北美汽车厂停工 同时也影响了消费电子装置以及医疗器材的生产 福特4月也有提出警告说晶片短缺可能导致第二剂的产量腰斩 通用北美的几座工厂都已经延长停产了 而今天半导体界关注的另一项消息就是 马来西亚宣布全国封锁 因为国内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导致每天确诊数量上升 总理慕尤丁说大马现在一天新增超过4000例确诊 活药病例是37396例 死亡人数是1700人 现在大马正在面临可能引发国家危机的第三波新冠病毒浪潮 而为了避免公共医疗体系崩坏呢 因此将采取更为严厉的行动管制令 因此总理宣告全国全马来西亚禁止跨州跨县 但是医疗工作以及经济活动 还有接种疫苗跟紧急状况呢 还有相隔两地的夫妻是可以例外的 另外呢也要禁止一切形式的社交聚会 包含宴会婚宴订婚 还有祈祷跟生日庆祝等等 以及政府和私人的聚会全部都要被禁止 甚至呢也要禁止学校开课 这个时间呢是一直要到6月6号 但是其他的措施呢 则是从5月12号开始实施 一直到6月7号 总理呢特别透过新闻稿说 这次的行动管制令的期间呢 所有的经济活动是被允许的 但是雇主必须让员工可以居家工作 而且是禁止超过30%的管理阶层到工作场所来上班 那全国呢所有的餐厅现在是禁止内用 业者只能提供外带以及外卖的服务 包括私人的车辆 计程车还有这些车内的人数 现在就是包括驾驶在内最多只能有三个人 除了在户外进行跑步骑脚踏车 这些个人的运动之外 现在其他所有的运动还有休闲活动都是被禁止的 那在最后呢这个新闻稿也有强调说 马来西亚正在面临这个恐怕会引发国家等级的 这个危机的第三波疫情 因此如果要阻断病毒传播呢 现在只能透过实施更严格的行动管制 请民众尽量待在家 那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也曾经在3月到5月初的时候实施过 当时路透社就有跟进报道说 大马的晶片厂受到当时当局的这个封锁措施的影响 而关闭或者是降低产能造成 当时美国晶片业者遭遇断工的问题 那因为呢就是大马在当时3月16号 就是去年3月16号之前 决定实施封锁的之前呢 并没有宣布半导体产业是不可或缺的业务 造成当时美光在大马的麻坡 还有槟城的工厂是一度的短暂关闭 而在大马后来呢 将这个半导体产业归为不可或缺业务之后 晶片厂才有限度的恢复生产 可是呢要有这个协助晶片厂复工的消息人士说 即使晶片厂是被大马列为不可或缺的业务 复工还是必须要经过这个中央政府的审核 因此呢当时也有造成几千份的订单 因此延迟交付 这一次说是目前只知道说 经济活动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半导体的部分工厂要怎么运作 现在半导体界还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再来看的是手机晶片大厂高通收盘股价 重挫将近6.5% 创下三个月来最大跌幅 现在美国网站引述分析师郭明奇 一份给投资人的报告预测报道 苹果最快2023年呢 要采用自行设计的5G机屏晶片 驱动iPhone的联网功能 这个部分呢代表高通营运可能会大受影响 而随着Android在高阶5G手机市场的销售呢 变慢之后呢 高通也被迫要转向低阶的市场 来寻求拿到更多的订单 弥补苹果订单的损失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间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